抗疫時期 大家甚麼都搶 消毒用品搶 刺子搶 米搶 車主搶甚麼呢 沒錯 就是這堆車用的空氣清新機 其實這些空氣清新機大致分為兩類 一類會釋放負離子或納米離子功能的空氣清新機 另一類真的會有過濾細菌功能的空氣清新機 先說這些會釋放負離子的空氣清新機 市面上選擇都頗多 大有 中有 細小隻都有 價錢的 range 都頗大 究竟甚麼是負離子呢 負離子這個 term 其實有很多地方都用 頭髮負離子 空氣清新機有負離子 或者殺菌消毒有負離子 其實這個 term 很多時候都濫用了 殺菌消毒負離子那些跟空氣清新機那些不同 那些負離子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平時 好像哥時迪那類的負離子 其實就是甚麼鬼都死的 那些跟空氣清新機是無關的 空氣清新的負離子 就是將空氣的分子 帶進去那層基道 基道有一些丫叉的東西 那些空氣穿過的時候 就令到它帶負 那帶負有甚麼特別呢 原來我們空氣裏面有很多塵粒是帶症的 那些花粉那些物件 那些飛沫上的塵粒 很多時候帶症 那帶症的空氣飄下飄下 就貼不住 因為症和症犯有那個排車來 那它貼不住的時候 那個空氣就飄下飄來飄去 那你的空氣就髒了 那它那個負離子就打了這些負離子的粒子 還有那些症的 症和負就貼了一塊 貼了一塊就沉了 就沒有帶電 那那部機器就有一個過濾器就隔了它 或者那些塵 沉了在車廂裡面 那空氣就乾淨了 但是這個和殺菌無關 但是對你自己的個人健康是好 因為你的鼻不癢 你不會摸的 那你不會摸 你不會那麼容易中這個 如果你的手髒 你不會那麼容易傳到鼻子 所以不是完全沒有用 不過是有效度 有限度的用途 真的有殺菌功能 市面上大致都是多數常見的 就是這兩個牌子 Phillipo這部聲稱可以 8分鐘內將車廂所有空氣抽走 一部七人車這樣計算 就可以過濾車廂內的塵埃及細菌 它的原理都是用濾器的 因為現在一機難求 店鋪就不讓我開來大家看看 至於這個德國牌子的原理都是一樣 它下面有一個濾器的 底部更加有棉花 你可以滴香薰油 令車廂更香 除此之外 它裡面還有一盞UV燈 可以加強殺菌效能 這部機廠標明有PM2.5級別 煞菌功能在裡面 當然會比一般的 所謂負離子空氣淨化機的功效更好 現在看到每個車主 都會帶口罩來開車 究竟在車廂內 需要不需要戴口罩呢 我覺得如果你本身 自己沒有剪刀 即是沒有習慣性打刺 也沒有什麼鼻敏感 我覺得如果在車廂自己一個人 就應該不會弄髒的車 也不會弄髒外面 也不會弄髒外面 我覺得主要外面的飛沫 飛進來的機會是零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 不用帶 一個就不用帶 你同車有幾個 除非你那個人真的很信得過 基本上如果你有傳染 在風物空間 大家互相攪夜的機會 就很酷 尤其是車廂那麼小 而且車廂的冷氣 才不能消毒 那說到車廂消毒 KCON 有什麼提示可以給大家呢 車廂裡面有很多是人造的物料 即是那些所謂皮梳化衣 都不是皮 或者其實是 PVC 如果我們用我們平時的酒精去抹 有可能會變色 有可能會變色 寫著無酒精 Non-alcoholic 那類都是適合在車廂清潔的 如果真的不太適分 哪些是無酒精 比較中性溫和少許的消毒用品呢 KCON就說 BB抹屁股的濕紙巾 就一定是最溫和最中性的了 他就提議大家 各位車主勤力點 買一些手部經常會接觸到的地方 例如軚盤 波棍 開門的手柄位 這些位置勤緊精潔就沒問題了 如果加上你是經常接載小朋友的話 用太多化學成份的清潔用品 對小朋友經常觸摸到也不太好 最後也是那句 勤力點清潔一下車廂 吸塵 擦一下車廂的內隱 如果想再安心一點 用一比九十九的漂白水 噴一下地毯 或者用稀釋的滴露 噴一下經常接觸到的位置 其實已經在車廂內很安全了